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这一次我们阅读基因会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叫做《不逃避的智慧》 作者是佩玛邱卓 由心灵工坊出版 他这本书的出版是在去年2005年的11月7号 但是这本书我自己在准备要做访谈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编译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要访问的是这本书的议者 这位议者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不管在影剧版也好 还是在其他的相关的领域 或者是心灵成长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 就是我们胡依孟小姐 今天真的非常有这样的一个荣幸 因为我第一次来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胡老师 都是您在演艺生涯的那个时候的一些照片 真的 你看过我们以前那些烂片吗 不是 绝对不是烂片 那那个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 一直没办法想象 就是今天有机会可以访问到胡老师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现在在一个咖啡庭里面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今天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主持人 因为我发现我跟他自顾自的一直讲 没有跟胡老师问好 胡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对 那今天我们要谈这本书叫做《不逃避的智慧》 那作者佩玛秋卓 那他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因为我知道您对于他相关的很多书 您都有做翻译 那到底这本书 我比较想问的就是说 任何人比如说 我相信您对于翻译他的系列书 一定有你的一些感动 那你是怎么跟他做一些心灵上 或实质上的相遇 让你想要写他的书 我相信每一本书的相遇 大概都有一段很奇怪的因缘 对 比如Christian Murdy 的书 我是在纽约的一个 42街左右的一个玄学书店 我走进去 我眼睛都还没看清楚 我就被一排他的书所吸引 然后而且是在很底端的一个书架上面的 我就走过去以后 然后就完全被他那张脸吸引 然后就把那个书架上面 所有的书我全部买回来 以后就感动到觉得 我终于像那个基督教徒说的 我找到了 对对对 那种感觉 然后就开始 不由自主的 就是必须要把他所有的思想 意见给中国人 那所以就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 翻译他的东西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朋友参与进来 所以总共翻了20多本了 那到了Christian Murdy 之后 又遇到像Ken Wilber 这样子的教育 这个教育也很有意思 也是我准备要开刀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天就把 书架上的 长素质高格的一本书拿下来 那很久没有看 五年没有看了 然后拿出来一翻 刚好就是我那时候 要开刀的时候 面临的那个 有点未知的那种情境的 一个解说 因为那本书讲的是 癌症的治疗 面对疾病时候的一种 正确的心态 应该是什么 那到了Payma的时候 我是在温哥华 在温哥华 我那时候刚好移民到那边去 然后就在他那个 Victoria大学附近的一个 学学书店 我走进去以后 我正在浏览其他的书 就突然有一个 温哥华那边的 一个白人女的 从我身边经过 然后就跟他说 You ought to read this book 你必须要读这本书 然后就看前面就放了Payma 那个时候就是 当生命陷落实那一本 然后我就拿起来看 看了第一页就讲说 他怎么跟他有外遇的丈夫 他先生告诉他有外遇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 正在喝 手上拿了一杯茶要喝 突然一下脑子 进入到一个空的状态 突然一下周围的一切声响 都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的心非常清明的 他就蹲到地上拿起一块石头 就打向他先生 很清明的拿起一块石头 打向他先生 打向他先生 这个形容好鲜 很清明 然后这个婚姻就结束了 然后他就开始追求真理 然后踏上他的道徒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很有意思 她原先是Berkeley大学的 学教育的一个 一般的在家重 可是后来她 因为她先生外遇之后 她的痛苦 她的离婚 反而变成追求真理的一个 很重要的推动力 对 然后他就开始踏上道徒以后 就正式剃度 变成西藏密宗系统 传承大手印传承 也就是创办人伯切 这个传承里面 很杰出的一个 佼佼者的一个比丘尼 然后他也把藏密大手印的 这种类似禅宗的教会 用很西方式很现代式的 心理学的语言 对 尤其是女性能够接受的 一种感性的语言 然后来把人的痛苦 以及怎么面对痛苦的方法 交给大家 那没有想到 《不逃避智慧》这本书 我从美国 就从加拿大拿回来以后 拿回青林工坊以后 我没有时间翻译 就有另外一位朋友说 这个阿德他翻了 翻了之后 我再花了一段时间做认识 结果在做认识的这个过程中 我就有一个感觉 是这本书一定会引起很多的回响 对 但是我们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当《生命陷落》时 是《心灵工坊》到目前为止 这个出版社能够支持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本书 这样子啊 因为已经有93刷了 93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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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靠这本书 在支撑了这么多年 因为其他书都 不可能畅销到这个样子 那《不逃避的智慧》是佩玛 我们已经翻译过来的第四本了 可是事实上这个内容 比《当生命陷落》时 还要更有趣一点 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当生命陷落》时 这内斐术一直是最畅销的 对 您刚刚提到 Pema她的一个笔触 或者她的一个 弘法的一个方式 是比较女性 对 融合西方 然后比较一个温柔的 对 温柔的一个陈述方式 对 我自己本身在阅读 那当然 当《生命陷落》时 我是一个可能 不是很尽责的方谈者 因为我还没看过这本书 我直接看不逃避的智慧 我自己心中每次在看的时候 都有一种感动 我觉得她 您刚刚提到她是对女性 可是我本身男性 可是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能感受得到那种 那表示你有女性气质 也许吧 也许真的 因为我觉得 譬如说像有很多在谈修行 怎么样在心灵上超越 或者怎么样让自己 到一个更不同的境界 往往我看到很多的是 很硬的 很硬 戒律 很理性的 那我觉得我里面看到 因为我自己本身 有时候会做一些静坐 冥想 就类似灵修的东西 对 我发现她里面 甚至于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要学会 有时候 因为人有时候会摆盪 有时候要学会摆盪当中 那些状态 然后怎么去跟她相处 宽容 让自己能够安住在当下 对 我就觉得看了好窩心 我真的用窩心两个字 就是窩心 就是她似乎能够完全 同理到人的脆弱跟有限 对 而不是像一般 已经好像有开悟经验的大师 的那种 你觉得很遥不可及的 对 要求跟境界 对 那佩玛她就是 她把她自己拉到 跟所有人一样 对 的一种很窘迫的状态 对 那可是她充分展现出 对这种窘迫状态的同理 跟理解 那这里面有很深的慈悲 所以一般人跟她的文字 一相应以后就 对自己不再那么自残行费 对 没错 不再那么的苛求 于是内在的那种 二元对立的冲突 就很容易有一种和解 那你就比较能够接纳你自己 其实我就很好奇 那像这一本不逃避的智慧 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所产生的 你是说我翻译 还是她写 她写 她写 她写这本书应该是 她的每一本书应该都是 她的上司 上司这个 就是创办人波切 指示她 可能也看出她的 在写作上面的潜能 然后就很早就跟她讲说 你的任务就是要写 所以她就接受了她上司的 这个 建议之后 她大概就是在 每一次的上工作坊 完了以后 或者是 在她人生中 她可以有一段休闲的时间的时候 她就会集中的把 所上课的那种 对谈录 或者是 她的演讲录 她的一些开示 开示等等的 把它记录下来 整理 然后有人帮她腾稿 然后她在重新认识 在解极成一本书 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个原因吧 那当然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到 她讲很多 都是她在那个 她的这个修道院 她的修道院 是在Nova Scotia 就是 你知道冰岛一个 简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那个地方真的是 就是一个悬崖 很荒凉就对 非常荒凉的一个 没有人烟的地方 他们常常断水断电 几乎就是 在过一个苦行的生活 然后那个环境呢 就是海浪声 对 那个不得了的那种 狂风 非常寒冷的地方 然后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像乌鸦啦等等的 然后你可以想象那种 苍凉的感觉 没错 然后很多人到那边去打残漆 就要去面对那个 对 完全跟他们现实中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情境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很多人就觉得自己 太无聊了 你想跑掉 可是在你想要跑掉的 那一刹那 你就会看到你的 趋乐必苦的倾向 对 然后他就会要求你 你要安住在你的当下 对 你要在那个环境里 学习去安住当下 那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体悟 apply到日常生活 因为其实随时随刻 我们的内在 其实都有一个倾向 就是我们都想要 借助一个更好的情境 来否定当下的状态 没错 可这是一个非常隐为的人性倾向 包括我说我现在要喝一杯咖啡 其实我的内在都有 对我当下没有喝咖啡这个状态的一个否定 对不对 对 我说我要去努力一份工作 或者我要达成一个成就 那个内在里面都有一个趋力是 我否定了我现在存在的圆满性 我要有一天达到一个成就 我就变成那个我 对 我设想出来的圆满情境 可是在佛陀跟佛教的修行人的眼中来看 那个想要达成的那个情境 根本是我们的脑子编织出来的一种幻觉 而我们当下的存在的这个状态 不论这个当下是肚子痛也好 是感冒也好 是无聊也好 是孤独也好 是失恋也好 其实这个状态才是我们当下的真相 那这个真相 我们通常没有办法完全接纳 我们的心不断的想要变得更好 对 那这个变得更好的欲望本身就是 屈乐必苦的一种倾向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头没有一个平等性 我们没有办法用平等的智慧去面对苦境跟乐境 所以我们的心不断的在波动 不断的在追求 有不断的欲望产生 那这才是我们在人生真正的苦恼的来源 对 而不是说我得不到钱 我没有办法有成就 我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 不是这些东西 是我们没有办法接纳我们当下的那个实相 那个 reality 所以所有的禅修都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觉知到我现在当下的状态 然后我能够学会 百分之百的安住在这个状态上 这样子那个心才能安歇下来 对 否则我们的心就是在狂乱中 不断的在波动追求 对 在投射一种欲望 我这边我念一下 他的第一章当中有一段话 其实这我原本是要问吴老师的问题 吴老师刚刚已经把它带完了 他说禅修的目的不是要把自己扔掉 变成一个更好的东西 我看到这句话我好有感觉 因为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更好 我应该比如说我应该成绩要更好 我工作表现要更好 我业绩要更好 我应该要更追求些什么 要换一个更好的车更大的房子 对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被一个幻象 对 我们可能用A幻象取代B幻象 对 再用B幻象取代C幻象 对 不断取代自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对 很多不开心就跑出来 很多的世俗人会反驳你这句话 他们会说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安住当下 那这个文明就不会进步了 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没有一个趋力想要变得更好 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分个很清楚 对 外在世界的文明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这些科技的发展 它是应该日新日新 越来越改善越来越进步 对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的 根据所有这些智者们的观察 人在外面的文明跟文化上面 不断的在精益求精的结果 就会把这个想要变得更好的这个趋力 内化成为一个心理需求 它就变成一个心理上不断的在打击自己的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 所以我们修行并不是说外在文明的进步从此停止 不是这个 外在还是照样要精益求精 可是内心世界里没有一个所谓精益求精的进步这个东西 只有当下 因为我们的存在只有当下 存在代表的就是说 我的眼耳鼻舌声音能够充分的听到看到觉知到意识到 这个状态只有在这个当下这一刻 因为你能够意识到你的过去吗 你能意识到你的未来吗 你能摸得到你的未来 你还能够现在接触到你的过去吗 已经不可能了 对 你真的能够有contact 就是感官的contact只有当下这一刻 那如果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当下这一刻 心一直不断在忙 一直不断忙 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完整的存在过 没错 那这是很可怕的 等于我们一辈子没有存在过 我们一辈子都在追一个假想的目标 那这是人类最大的颠倒梦想 对 这也是人类永远没有办法快乐 跟自由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定有同样的感受 因为听到这边 会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悟 甚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刺激 让胡老师从过去一个 我们知道演艺圈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其实是很追求外在的 包括美貌等等 而变成是今天这么样头像内在 或者是甚至于能够启发很多人 在心灵上走向一个更不同的境界 所以各位听众 我们一定要期待接下来的访问 第二段访问当中 我们会为各位谈一谈 胡老师他自己本身 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过程当中 他是怎么样走过来 或者是他是怎么样有这些体悟 我相信各位朋友 你一定不会错过的 各位阅读经历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语 接着呢我们就进入 《不逃避的智慧》这本书 我们跟胡营梦胡老师 做访问的第二段内容 那我们在第一段当中 最后有谈到胡老师呢 你在用一辈子的时间 过了别人好几辈子的分量 对 因为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对于您的过去和您的现在 这其中的转变一定很好奇 是 甚至于我觉得那种转变 我都很难去百分之百的说 我能够体会那是什么转变 对对对对 因为理性上知道嘛 很多人不过就是洗尽千华 怎样 可是我觉得那是外在的 对 最大的就是您内在怎么转变 对对 尤其在一个 一个像演艺卷那样的一个环境 变成今天您甚至于成为很多人 在心灵上的一个导师 在心灵上 对 你的过程是什么 我的过程 对 我想跟大部分都是一样 对 早期的时候 我也是在名利地位情感 或者物质享受上面 过了蛮漫长的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对 可是这个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的是 这些所有的所谓外在追求的 这些目标 嗯 虽然我在追求 可是我一边追求 一边觉得这个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 哦 一边追求一边又觉得自己不追求 其实真的不是重点不在这个方式上 那不是很大的冲突 对 内在里头就觉得 有一个感觉好像 我到底来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嗯 这莫名其妙出了一个很大的名 嗯 然后有这么多人 莫名其妙把你捧到一个位置 嗯 然后你也莫名其妙的很很轻易的 累积了一些经济的基础 嗯 可是那所有的过程真的 我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 好像在演戏 对 好像在演戏 我也不知道那些 那些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对 那些三丁电影 简直到荒谬跟肤浅到一个程度了 那我为什么要继续演这些戏 嗯 这些继续演员的带给我什么样的人生的价值 啊 等等的 这些 其实这些怀疑一直都在的 嗯 那可是 同时跟这些怀疑存在的 就是我从中学时代 就开始对于 一开始是对于占星学 啊 占星学 然后就开始对于神秘学 玄学 这个 超心理学 嗯 然后哲学 一直有兴趣 一直不断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嗯 我从大师七八岁左右的时候 就 因为跟李敖的那个婚姻 带给我的折磨 折磨 折磨 对 在那个过程里面 哎 我有个英勉读到一本书 这个书呢 给我很大的启发 那个就是新时代 因为就后来我们在方志出版社 一系列的一些出版品的一个缘起 对 那 那个时候的那个 就是我接触到这个赛斯资料这本书 嗯 然后呢它就开启了我一个对 对于 对于 人的内在里面最深的一种 所谓第八 就是我们的种子意识 从过去世里带来的这些所谓的 Karma Force Karmic Force 就是这种业力 这个业力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一个 一个存在的蓝图 这个蓝图会驱动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为什么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轨道 为什么一个一个男孩子 他在东方生长到西方受教育 可是他到西方受教育之后 他的那个人格模式并没有受到西方环境的影响 而反而还是在一个很东方的一种 一种价值观跟一种就是人伦的那个束缚之中 那这个里面那个制约力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我就对那个制约非常有兴趣 然后人的发展到底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一直都在观察在探索 那到了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察觉到这里面真的有一个秩序 您刚刚说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种 有一个秩序 执念 对 就是一种执着 但是他也有一个人生的轨道 这个轨道的秩序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我就是要在真理里面找 所以二十七八岁就开始往佛家的真理里面去寻找 那但是这个佛家的真理 那我一找就找到Christian Merti这种究竟真理 那究竟真理他不太跟你探索每一个人的个案 他只告诉你说全世界的人的那个迷惑点在哪里 内在里面那个幻觉在什么地方 然后那些让我们不自由的这些内在的情绪跟外在的运作模式 是什么 他给你一层一层揭开来 揭开来以后你就不再受这个捆绑 但是这个还是不能满足我 因为我要知道每一个个体他的生命的那个轨道到底是什么 就是所以我早期对生命很有兴趣 那我生命并不是要知道我未来发生什么 我是想知道这个诡则是什么 所以你看我研究研究到现在 我已经大概在灵修层面的东西 我真的已经我觉得已经探究到底了 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让我再去探索了 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转向深度占星学这个领域了 就是荣格发展出来的这个深度占星学的领域了 从这里我就可以把每一个个体 它的因果律的来龙去脉可以弄清楚 所以我目前正在翻译 那未来精力工坊会出版 荣格的书吗 是荣格一个一个弟子 一个心理学界的一个占星师 占星学家叫Stefan Arroyo Arroyo的书 这本书我们会取名叫做《占星业力与自我转化》 就是Astrology Karma and Transformation 那这个书也是很有很有意思 然后他也我觉得他可以跟就是佩玛或者是 Christian Murthy他们提出来的自我觉察的这种灵修方式 他可以结合在一起 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个怎么去探索自己 因为事实上不论是佛家道家或者是西方宗教 他真正的这些所谓宗教的精髓 就是认识自己 并不是信仰 也不是仪式 也不是布施 也不是行善 而是要把自己搞懂 这才是生命的重点 可是很多人在认识自己的过程 其实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冲突 甚至于很多的幻觉 而且有时候你在走那过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底什么是真实 什么幻觉你也搞不清楚 对 还有就是说我们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这个真相不是只是外在世界 还有内在的真相 对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生命的阶段里头 你碰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缘分 对 碰到了某一个人 这个人他勾起了你内在的一些反应 对 那么这个 这个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涵在 对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碰到这样类型的人 他为什么会勾起你 在那个阶段里面的一个深层的反应 这个你都可以从心盘里面看出 他的why跟how跟what 全部可以看得出来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对你生命这个 维系的内在次元的一种 一种 一种诠释 这个诠释可以带来意义跟价值 同时也可以带来一种 理清跟理解 那这个就是一个释放跟自由的机会 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某一种生命经验 搞清楚它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这个生命经验 基本上是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没错 它并不能带来转化的效果 所以这些诠释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翻译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用现代化的 心理学的语言在诠释 对 它跟你去看一个什么 《星金金刚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星金金刚经》的语言是那么样的 简单和深刻 而就是说 严谨一该 但是那个该字你要去领悟 可能就要花三十年才能领悟的车 可是我们翻译的东西就是说 它说清楚了 对 说清楚了你一下子就理解 那你理解以后 你可以很快的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我们现在再把它回到 《不逃避的智慧》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试图要找到 您的一些经验当中 跟这本书的一个呼应 因为我觉得在 我相信在你翻译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 你个人不管是我们在文字上看得到 还是在一种心灵上的一个交流的部分 一定有很多您的影子在里面 因为你刚才提到 您在这个灵修的部分 您走到一个很深入很彻底的一个部分 可是很多人都还没进那个门 所以很多人可能想要借由灵修或者冥想 去摆脱掉一些可能生命当中一些折磨冲突痛苦 那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 就有关冥想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听众谈一谈 到底冥想或者是灵修 对于一个人有什么帮助 然后怎么样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者这样的一个途径 来摆脱自己的一些痛苦 其实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灾问 因为冥想这两个字可以写好几本书 对 当然天主教也有他meditation的方式 如果你是以佛家的角度来看 其实meditation真正的意思 就是要你把你每一个人都已经 与生俱足的这个能够觉知的这个能力 就是觉性就是佛性 就是把你这个能够觉的这个能力 要在每个当下 让他变得更清明 更开阔 更精维 更整全 整全 整全是什么意思 OK 譬如说 现在我们这个moment 我们这一刻 我们坐在这个咖啡厅 你认为我们不是在meditate吗 其实我们此刻也是在meditate 也在冥想 嗯哼 好 为什么 因为你在此刻一边 你有一个心智 有一部分在听我说话 嗯哼 但是你有一部分也在听这个周围的声音 嗯哼 跟看这个周围正在发生什么 对 你有一个部分在表达在 或者说你在注意 可是你还有一个能够注意的这个作用力 嗯哼 能够观察的这个作用力同时在 对不对 他们说我在说话 我一方面我在说话 这个是一个 我的意识的活动 嗯哼 可是我有另外一个东西 在看着我的意识的表达 Expression 嗯哼 所以这个就变成有一个是 一个能够观察和一个被观察的对象 嗯哼 在我里面同时发生 嗯哼 我现在面对你 我是一个能观察的人 你是被我观察的对象 嗯哼 所以我这个主体跟你这个课题 也是一个对立的状态 嗯哼 或者是面对的一种状态 嗯哼 那我们这个主体跟我们周围的环境 也是在一个面对的状态 嗯哼 一个能够观察跟被观察的状态 嗯哼 所以随时随刻 这个观察的作用力一直在进行着 嗯哼 可是一般人因为太认同自己脑子里头的欲望 对 想法跟里面正在进行的这些活动 嗯哼 所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注目焦点 全部集中在能够被观察的嗯哼 这个东西上面嗯哼 嗯哼 那这个能观的作用力就变得低落嗯哼 嗯哼 清明度也不够了嗯哼 嗯哼 洞察力也没有了嗯哼 因为我们全部认同的都是我们的欲望 跟我们内在的这些 是不是只看 波动 是不是只看我们想看的 听我们想听的 对对对对对 但却没有办法去了解 可能我们在看或在听的事物的全貌 对对全貌 甚至于他在某种程度上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暗示 对对对对 甚至于民事我们也瞎了 对对对对对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就是那个精 那个深刻面 对 那个精维面 嗯哼 跟那个完整性 对 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瞬间完全了透 对 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在生命经验里随时随刻 了透他每一个当下发生了什么 嗯哼 他就是在修行 嗯哼 他就是在meditate 嗯哼 当然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不能有念 也不是说我不能有欲望 对 所以我可以一边进行我的念头 我的欲望 可是我一边在了透一些事情 嗯哼 譬如说现在坐在这里 你能不能了透你现在体内发生了什么 嗯哼 如果你是一个meditator 你就会知道 你现在哪个地方经络堵塞 你的身体哪个部分是流畅 哪个地方不流畅 你身体的能量振动在什么层次 嗯哼 还是完全停滞的 嗯哼 甚至你也可以捕捉到别人目前的能量 跟别人内在发生了什么 嗯哼 他的内在的情绪状态 或者他的脑波 或者他的神经系统目前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嗯哼 或这个环境他给了我一个什么感觉 嗯哼 因为我们的感官现在能够觉知的 是一个非常表象的存在形式 对 他里面还有能量的震动 嗯哼 他还更深到光的层次 嗯哼 这些一般人全部没有办法觉察 嗯哼 这就表示我们的meditation的功力不够 嗯哼 所以meditation的意思 并不是坐在那里死死的打坐 嗯哼 然后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不是的 在禅宗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 那就变成你就跟完食差不多 嗯哼 所以所以达摩祖师才说 才跟三个的打坐的和尚说 如果你们那样打坐可以成佛 那我手上拿的这个碗 我这样磨磨磨磨 也可以磨成镜子嘛 对不对 你看耳东中的那个电影 他都讲了嘛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meditation 不是坐在那里死死的打坐 而是要你观察觉察探索 每一个现象深度的真相 完整的真相 精维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佛家的哦 这是佛家的哦 对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人 可能他有一些感应 有一些甚至于我们说神秘经验 那其实如果按照您刚才提的这个东西 当我们在冥想进入一个把自己放空 但是相对反而是连接到整个我们所谓的 宇宙万物的能量 对 那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 很多神秘经验 很多所谓的特异功能 对对对 那也不足为奇了 是不足为奇 他只是把它 对 那只是打开了嘛 大家把他的知觉开展到一定程度 对对对 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潜能 每一个人都有 没错 我相信这一定是我们很多听众很想要了解 而且很好奇 对 甚至于我觉得说 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这个 可是我从看不逃避的智慧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 他一直都在提我们怎么去开放自己的知觉 完全让自己浸透在那个当下 对对对 让自己穿透一些表象的一个事物 对对对 反而去回观到自己的部分 对对 那我们第二段的访问先到这边 那这种所谓的很多人怎么去开展自己 怎么样完全的活在当下 我们在第三段当中会为各位谈得更清楚 所以各位不要错过我们第三段内容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不逃避的智慧 最后一段访问 访问是我们胡老师 那我们在前面谈了很多一个人 怎么样去走一个所谓开悟的道路 对 可是我一直有一个感觉 开悟是一个道路 还是一个状态 还是一个形式 还是一个方法 对 在我们追求所谓觉知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常听到很多高声大德给我们的开示 对 可是似乎我觉得心里有一点 觉得不大对劲的地方是 开示是一种心理的超越 还是一种仪式的实践 就有一种冲突 对 那这一方面我是不是可以请 因为我在这个 不逃避的智慧这本书里面 发现 就是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 陪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其实很超越仪式的 对 他告诉你要这样 可是他却告诉你 对 同时间不要拘泥于这样 对 如果你每天只是为了这边静坐冥想 为了看到什么光的话 对 那你就免了吧 对对对对 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对 那事实上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所谓开悟 第一个 有一本书叫《狂喜之后》 是Jack Coynfield的一本相当不错的书 他可以讲 已经把一个修行人 从开始寻道到开悟 到开悟之后度众 扩大 从自我一直扩大到全宇宙的一个所有过程 他全部都已经写了 他那边讲了一句话 是Christian Merger也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开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点 他说enlightenment is not a fixed point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宗教 以及所谓的老师们 他们给的很多讯息 都好像说 你可以透过一个刻意的锻炼方式 打坐 四谈八定 然后你可以到达一个状态 然后你就从此在那个状态 就不动了 对 可是这些真正开悟的老师告诉你说 开悟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点 而且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开悟 也就是说 这个悟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像传统搞成的那个样子 对 其实悟的本身就是一种觉察 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的欲望 我的意识活动正在进行 对不对 好 我正在进行的时候 我如果能觉知到我现在当下的状态 这个觉的本身就是一个释放制约的一个作用力 我在吹牛 我如果对我的吹牛不知不觉 我就会被我吹牛的欲望牵着离子走 那我就在什么 我的业力的模式里面 对 可是如果能觉知 非常清楚的觉知到 我在吹牛的心态 和心底深处的需求是什么 以及那个心底深处的溃法是什么 我当下能够穿透 能够了悟的话 那我当下就超越了这个要吹牛的欲望 那个当下自由就会出现 所以觉的本身就是一个自由 觉的本身就是解脱 而且也没有独立于我当下的这个欲望 或者我当下的这些意识活动 没有独立于意识活动之外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解脱状态 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看到的本身就是解脱 看到的本身就是解脱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头 随时随刻去探索跟关照 我当下的真相是什么 或别人的真相是什么 或互动的真相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就随时随刻 内在都可以保持自由 那你就不必刻意在那里打坐 或者参加残妻或者三年三月零三天闭关 你就不必去进行那种传统的那种形式 你也不必受制于一个宗教组织里面的仪式 或者是他们所鼓吹的教条 或者是一些所谓教条化的形式 对 可是我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因为 近几年一直在谈身心灵整合 然后呢甚至于很多 新时代的活动 不断的兴起 包括像西方人也对东方传统文化 越来越 越来越心向往之 那你就发现 渐渐的在所谓心灵和心灵成长 它变成一个市场 然后呢很多人在追求 这个所谓的开悟得到的这个路上 变成是一个心灵课程 心灵产品 心灵相关服务的写评者 没错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一样 就说那听到这边 你听糊涂了 既然开悟它不是一个状态 它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点 那我又很想要追求一个心灵上的超越 那是不是该怎么办呢 看到外面很多都是形式 那怎么办 我们怎么选择 或者我们怎么样追求一个 也不是追求 我觉得追求也不大 对 怎么样让自己 安住 安住 对 其实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 像我们这样子 搞了20年的这个 对灵修的这种 真相真理的一个研究 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告诉你 所有的追寻 所有的方法 都是假的 那都只是在满足人的一种欲望 这句话很挑战 对 那都是假的 都是一场游戏 那创办人工界 也就是佩玛的老师 他曾经在几本书里面讲过 他说 老师会给你一些方法去满足你 他不会告诉你说 事实上你已经是了 你已经是佛了 你已经 没有任何需要改善 跟追求跟填满的 因为你已经具足了 可是我现在跟你讲这个话 你能够承认吗 我相信几乎没有 没有什么人能够承认 没有人会承认 对 没有人能承担得起 没错 承担不起 因为我们总觉得 我们是不够的 我们是不够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 被世间教育弄得非常的低落 对 理想主义完美主义 就是最低落的自我价值造成 我们看不到自己 最低落的自我价值才会变成完美主义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没错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 常常陷在这种 我觉得是一种心灵上 前不早春后不早变的状况 真的 甚至于我自己 像我们做月子经会 每周为各位推荐书 有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受 有些书它不断地教我们要超越 要自我改造 那我现在 以我现在的状态 我每次碰到这类型的书 我可能还是会导读 还是会推荐 可是呢 我会抱持一个状态是什么 就是说 它告诉你的所谓的超越 或者是自我改善 在某种层面上面来说是 我们可能每个人生活在这个 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某些任务 你必须要达成的一个工具 但是你还是最好 因为我最近看到 有些论调开始出来了 他说某些自我改善的书 什么潜能开发的那些书 有很多时候是越看自我价值越低落 但他似乎没有教我们看到自己 他一直教我们看到 你可以时间管理更好 他教你你可以看 都是更好 更好 你可以业绩更好 但相对的 那不就是原本的自己很烂吗 对 要不然更好干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 胡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其实我们不免 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凡尘俗事里面 上你的班工作 可能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些时间观点书 可能我们还是要去增加工作效率 可能我们还是要增进业绩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看待这种书籍 或者是这种表面上叫我们要更怎么样的 对 要怎么样保持一个适当的状态 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know-how 对 就是一个know-how 我知道这个世间它有一套游戏规则 对 我要知道这些know-how以后 我才在里面玩得比较圆熟一点 对 玩得比较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顺一点 可是这个know-how不要变成内在的制约 对 那么也就是说 那个meditation的意思就是说 我随时随刻可以把我世间的工作做完之后 放下以后 我可以回到我的当下的一个 什么东西都不拥有的一种存在 这个存在是纯粹的 没有条件的 对 没有属性的 也没有任何标准 那我要学会跟这样的存在的本质 跟它共处 因为这个状态很不容易能够安住 为什么 因为这个状态就意味着自我的死亡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真我 当真我出现的时候 自我就要退位 对 但是自我不愿意让位给真我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让真我可以 也有机会视线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自我跟真我才能平衡发展 对 真我过度发展 会变得毫无创造性 对 自我实践都没了 压抑掉了 或者是否认掉了 其实也有很多的 古时候的修行方法 就是这种 没错 就是我世界一切什么都不懂 我只管打坐 对 那也很惨哦 对啊 那很奇怪 有那种过去世背景的人 来到世间就很茫然 对 钱他也不熟悉 事情他也不熟悉 人也不熟悉 他根本不晓得怎么玩这场游戏 对 可是现在又不是古代 又不能延门脱坡 对 也没有人养你 那你要怎么办 哇这人就惨了 很苦 很苦啊 那可是如果你卡在自我 你没有真我 你没跟真我接触 那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好 嗯 那你赚了一亿也没用 因为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好 没错 对不对 你即使拥有三七四千 你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对 对 我自己本身就是 因为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有卡在那种困顿里面过 这是我跟胡老师有分享 OK 比如说像我们导读很多书 当然有时候就是要去 在所谓的凡尘俗事 让你玩得更愉快 但我发现 因为我要导读 或者我要做采访 我要很熟悉 就熟悉到这个结果 就是我卡在里面 我已经分不清楚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 我是分不清楚 自我跟真我 嗯 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我的真我不见了 但是自我很低落 嗯 那种很恐怖的一个现象 那我知道 像胡老师 你有一系列的译作 就是钻石途径 对 有三步 对 你提到的就是怎么样 自我跟真我 真我的整合 平衡整合 那我相信 各位听众 不要错过钻石途径 我也很 我也在这边好 也跟胡老师做个邀请 就钻石途径好 也看 之后有机会 好 请胡老师帮我们谈一谈这本书 好的 那我觉得 嗯 我在这边还有一个部分 我蛮想要跟 蛮想要请这个胡老师 跟我们谈一谈的 就是说 其实我在佩玛的书中他有提到 就是说他谈不方便 嗯 他谈不方便 对对对对 就是说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开悟或者是觉知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种仪式 对 他甚至于在你此时此刻 你在听我们的内容的当下 你就已经是觉知了 对对对 那 但是他的书中又提到很多不方便 比如说我们在转化很多过程当中 我们开始要 比如说我们开始要去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嗯 开始要进化自己的身心的时候 嗯 比如你在饮食上要做调整 你在生活作型要做调整 对 在某种程度上你过去夜毛子突然之间 你11点就要睡觉了 嗯 这就是一种不方便 对 你都大鱼大肉突然之间 你要吃清淡的食物了 这是有不方便 对 那我觉得在佩玛的开示里面 他说这种不方便 他 我觉得他的温柔态度让我觉得很舒服 嗯 他说恭喜你 你已经走上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道路 所以那种不方便 嗯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 你对于像这种不方便 因为我相信 对 你一定比我们很多 在过程上 如果是我们的不方便是一 你当年走到现在 一百 一百 一万 那我就很想听听看 你走这个不方便 你有什么特殊的一个解释 或者是方法 这样 嗯 或者感受 应该是感受吧 我觉得不是一种方法 健康不好 嗯 状态不好 就是一种不方便 嗯 那 嗯 环境不够理想 也是一种不方便 对 或者是 经济情况 你没有办法掌控 也是一个不方便 嗯 社会 的一些天灾人祸 或者是政治上的动乱 也是一种不方便 嗯 所有这些不方便 基本上都代表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我们当下的 实况 对 事实上 这个实况 是永远都存在 也就是说imperfect 嗯 绝对不可能有一个 所谓的圆满的 一个 一种情境 嗯 永远 其实都是不方便 嗯 那么 这个不方便 也就是说 我们的内在里面 永远有一个 一种欲望 是一种掌控性 嗯 嗯 很顺手 对 然后很舒服 嗯 那他就可以安全 嗯 所以这个里头有一个 安全的需求 以及掌控的需求 嗯 可是这个这个状态 是非常非常隐为的 嗯 而且随时随刻在 在蠢动 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意识到的话 那我们就 会被这个 屈乐壁苦的这个 倾向牵着鼻子走 嗯 所以你看你打坐的时候 为什么上师告诉你说 你坐在那里 你腿一动都不能动 嗯 你的腿麻到都快断了 你也不能动 对 你的肩膀 你的手势 全部都不能动 嗯 那是难道是酷刑吗 嗯 不是的 他就叫你在这个 完全不动的状态之下 你会意识到 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你从来没有照顾过你的身体 你从来没有在你的经络 气脉上面下过功夫的人 你一开始打坐 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就是地狱 地狱 地狱不在外面 身体就是地狱 你只要一安静下来跟你的身体共处 哇 身上的七亿二千条经络 嗯 大部分是不通的 嗯 然后你就觉得 紧 焦虑 麻 酸 痛 哇 简直是无一是处 这时候 这时候你的心就不断挣扎 想要方便一点 对 想要把腿放开 我到底在干嘛 对对对 想要把自己弄通 就是各种的反应 但是他又不准你身体动 这时候你就看到你的心不断的在动 嗯 然后你才会察觉到 哦 原来我们的心是多么追求方便 对 好 你百分之百的看到了这个居乐壁骨追求方便的倾向 对 你就会发现人类所谓的痛苦就在这个倾向上面 只要这个倾向能够降低 嗯 能够接受 好 麻就麻嘛 酸就酸嘛 痛就痛嘛 我不要去对峙它 对 我也不要去抗拒它 我也不要自保 我的心就会从核心的那个部分松掉 嗯 松了以后就有一个接纳跟包容力 我就会豁达 嗯 我就会平等心 嗯 我会对所有的逆境看成是没有多大了不得的 嗯 的问题 我可以去全然的安住在那个状态里 嗯 这就是解脱 嗯 所以不方便是很重要的挑战 嗯 所以创邦仁波切就是一个怪人 他就是说 他就把屋子弄得非常不方便 对 他屋子桌子明明这样摆比较方便 对 他一定要把它摆成一个很不方便的角度 他一定把它瞧得让你重重阻碍 重重阻碍 对 然后他就要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呢 嗯 我自己看喔 其实 嗯 我自己看了它两遍 然后我都做笔记啊干嘛 对 对 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东西 嗯 其实因为我自己过去家庭给我的环境是基督教的家庭 嗯 所以在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导读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直觉上我干嘛去导读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真正的真理它是很包容的 对对对 它是很共通的 共通的 对对对对 甚至于它某种程度它带你走向一个更更超越的一个境界 你会发现 呃我觉得它不像是有些书 它会破坏你过去的信念系统让你觉得一种恐慌 嗯 它反而是让你看到你过去的信念系统发生什么事 嗯 然后带你走向一个不同的境界 嗯 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哦 今天我们的访问其实是 我觉得我永远 我觉得在三段访问当中我没有一段觉得时间是够的 不过美好的时光总是要到一个 到一个所谓的 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 对对对对对 到一个下一个阶段 所以呢是不是请胡老师 是的在最后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分享一句你的感应吧 到现在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了一句话 嗯 Looks 真的我我真的深厚的体会 尤其是我在产后忧郁有很多年的时间 嗯 我经历过未肠瘴气 我经历过心机心跳到一百多下 嗯 经历过嗯 错动复杂各种样的慢心病症状 对 也经历过所谓外邪干扰的 能量场的这些挑战等等的 那我发现 真正最根本的 所谓修行的功夫 就是你无论出现 什么样的困境跟逆境 你的心都要学会去接受它 学会接受 对 就像不逃避的智慧里面 创报仁波界跟黑马 讲的一句名言 就是只要你真的学会 在每一个当下的那个 如实的那个情境 如如的那个情境 你能完全接受 你就上道 谢谢 谢谢胡老师 真的 接受每一个当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不是说 透过意志力去练腿子功夫 我可以打坐45分钟 不是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误解了 不是说我能观想什么什么 就很了不得了 不是这些东西 没错 其实我觉得我从这本书 我一直在脑中 我看完之后 我印象最深刻 脑中盘旋的就是两个 如果要选择一条 所谓开悟的道路 或者是选择一个 开悟的状态的话 其实我觉得 好奇心幽默感 对 我觉得 胚马它怎么可以用 这么两个 一个这么频繁的词 但是却带给我 我是说我自己 当然很多听众听到这边 莫名其妙 好奇心幽默感 干我什么事 那没关系 我觉得你亲自看这本书 我相信你会 在你生命当中 可能你会觉得你是有缺口的 他会告诉 因为好奇心会把危机化成一种学习的机会 没错 你出现一个困境危机的时候 如果你很好奇 你去探究说 What's going on 对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哇 连那个一个很严重的 比如说 一个惊恐症 或者忧郁症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都可以在这一个很浮面的这个名词的底端 看到很多很多身心的真相 对 那个过程的发现 就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 可是你能够用这个好奇心去发现 也就代表你对你的状况有了一种客观性 对 你就不会被那个状况的主观感觉全部淹没 对 而且还有常常我们会被自己 比如说 我现在心情要专注当下 但有时候杂念飞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很批判的态度 批判你怎么可以有杂念 对 结果呢 你会发现 原本有杂念 它对你的影响是一 结果你开始批评 你怎么也可以有杂念 就我可能有杂念 结果那样的一个负面力道反而变实 对 突然之间你批判它没有意义 对 我觉得Payma给我的很大的启示就是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 我就是会那种自己 我怎么那么糟 我怎么表现得不好 结果我发现 他给我的启示就是幽默感 对 你去 他就是一个状态嘛 对 你不专注当下 可能自己另外的声音就出来 专心点 你这个小子 就觉得很有趣 对 那自己马上 很轻松 很自在 不自我折磨 就回到了当下 对 就不会把自己看得太严重 对 没错 胡老师我真的不想结束 看到时间真的要结束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 因为胡老师 异作非常多 他生命的体会 我相信也会在各种不同的阶段 给我们更多不同的启示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得结束 没有关系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胡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那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自己生命当中的智慧 千万记得一件事 现在的当下 现在的你 虽然可能带着耳机 开着音响 但是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相信自己 再会 拜拜